圆頂的還是圓頂的 圓頂的 滿滿四大箱共一百件兒童毛衣 每一件都是這位92歲老阿嬤織出來的 給他們小孩們穿冬天 我說過聖誕節給他們 是不是 做一點 我也做那麼一點好事 高女兒用她的愛心 編織的這個愛的毛衣 她們穿起來更溫暖 高率孰情老阿嬤罹患白內障 開過刀 有時候織毛衣太過專注 忘了病痛 越織越有精神 就想輪到小孩們 趕快織好了給他們送去 給他們穿 節繭的老阿嬤 很多毛線是從二手衣拆下來的 你看洗的毛線我都掛在這 這是你捐給我的衣服 你看我這拆的很多 打毛線不只是興趣 還有令人心酸的原因 是為了暫時忘記三個兒子 因病往生的傷痛 走了我當然會難 會想 我就想著就是打毛衣吧 不要想了 就是忘記了 老阿嬤是中低收入戶 目前跟長子同住 一會兒飯我們兩個人吃 就夠了 就能剩 我也吃不多 剩下了 我就個子留著 把它炒一炒 好看 收穫簡單 總是自掏腰包買毛線 不夠的就拆解舊毛衣來用 老阿嬤一針一線 支出厚厚的溫暖 眼睛酸了就能病 大衣新聞故意的楊俊廷 台中報導 阿嬤